大家好,我是Philip 今天跟大家介紹台面的DLX Flow 2.0 Pro 16 吋 外接式的翻轉飄浮螢幕 什麼是飄浮的呢? 這段影片跟大家去試一下 因為他跟我介紹的時候 我都覺得你的想法挺有趣的 所以就希望跟大家去試一下這個螢幕 究竟是怎樣 在開始影片之前,記得按讚、訂閱我們的頻道 有什麼建議? 下面留言給我們一起聊一下 例如有什麼要談 有什麼對螢幕、其他器材 有什麼意見或者有什麼想談 都可以在下面留言一起聊 其實很多時候在疫情過後 無論我們工作好 HOME OFFICE 在辦公室好 出去隔壁店 很多時候我們都會拿書籍出去工作 是多了很多很多 我相信大家都明白 因為現在這個社會 雖然大家人人都有手機電話 有手機電話 但我相信電腦仍然是我們在生活上 做事 都是不可以缺少的 所以有時候 我們都會想大一個螢幕 或者是方便自己做的事情 應對方可以方便一些的產品 好像我的圍力 好像我都知道用MEPO 16吋都好 出去剪片 或者自己做一做事 始終螢幕不夠家庭的大或多 其實我家庭也是 擺放兩隻螢幕 可能可能訂購三隻螢幕也有機會 但是 到外面 已經要完全不同的使用習慣 可能螢幕不知夠不夠用 其實有時候都會想加一隻螢幕 但以前 而且普通的螢幕 你一定要放在旁邊 要找到一個位置 不是經常都會有位置 就像有些人做Event 即是我們放了Panel 不是一定有位置 那麼多位置讓你多放一隻螢幕 有時候 向功發展 原來也是一個好的主意 這隻螢幕就有這個 除了Stand 之外 亦都可以蓋在螢幕的上面 跟大家去試一下這隻螢幕吧 跟大家說一下 它是16吋 QHD 2.5K 螢幕 2560x1600 100% sRGB 對比度是1200v1 亮度是350L 更新率是120Hz 重量大約是1.2KG 兩個USB-C 支援65W的1000Tone 另外一個Mini HDMI 以及可以三種模式 亦都有內建的喇叭 以及今次2.0 有兩款不同款 一款是普通版 一款是Pro版 大家的規格 最主要是螢幕不同 亮度不同 解像度不同 一款Pro版是2.5K 另外對比度是1000x1200 另外色力亦是大家不同 反應時間亦有不同 有些配件 有些配件 有些配件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因為都有點特別 打開給大家看看 其實一打開 裡面都有一包磁石 有什麼呢 就跟大家說 基本上一定要看 不要亂用 為何不要亂用 待會跟大家解釋一下 有些說明書 其實是QR Code 可以打開 另外 有些後備的三音貼 都會跟大家解釋 一條GMI Mini Mini Type A 大頭去Mini頭 不是兩邊標準 你要留意一下 因為機器是用Mini頭 所以跟給你這個線是對的 但如果你的機器也是Mini 那你自己找回 或者是Sonic相機 最小的HGMI 都要留意一下 但都是HGMI標準 所以大家不用怕 Display Port標準就不對 另外就是有條線 A-C 亦支援螢幕顯示 一張Thank you 卡 有個折頭 這張有酒精的紙巾 就是讓你安裝剛才的磁石 那剛才的磁石是什麼呢 就是如果你打開盒子之後 會看到有一張卡紙 這張卡紙的四個洞 不是讓你眼睛放進去 就是讓你擺放一幅度 對於四個洞的位置 就是八位磁石 那磁石是什麼呢 因為它可以蓋在螢幕後面 所以你找這張卡 是對於磁石的位置 可以黏在螢幕後面 現在試試 黏在螢幕後面 就黏在螢幕後面 這張卡紙是16吋的 所以跟螢幕後面 是剛好大的16吋 其實它把卡紙放上去 就可以對回四個洞 就是吸上去的洞 大家拿回磁石 然後黏在剛才的位置就可以了 因為螢幕後面 這裡也有一個位置 剛剛就是磁石的位置 所以正常一吸就能吸上去 螢幕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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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可以的 當然 如果要求高 就可以加上一個 螢幕後面 加上準色 當然不是每個人都會有這些 那就看要求 好了 如果只要你的手機支援 即是一線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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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支援一線通 即是支援有HDMI訊號的USB C線 你要留意 支援有些充電線是不行的 所以一條線過去 就已經可以做供電和訊號 好 譬如這個情況 即是一部小的Lockbook 可以搭載一個大螢幕 即是你自己做Design的時候 就用一個小螢幕 另外給客人看的時候 用一個大螢幕也是可以的 因為剛才那部Lockbook 是支援一線通 所以你看到 其實它一條線 不用另外有電源 一條線過已經可以了 所以Lockbook自己是按的 就是Touch Mode 另外這邊用這個螢幕給客人看 這個模式也是方便的 如果你要搭電話或iPad使用 記得要把USB的裸電 因為它的電話或iPad 是做不到一線通的供電 一條線只可以做訊號 所以你要多加一個USB C 所以你要多加一個火候或尿袋 這樣才能使用到 所以如果你是插一些Mobile Phone iPad記得要多加電 但如果你的電流是支援一線通 即是像剛才Mode Pro 或者我用的Lockbook 如果可以支援一線通 就足夠電給它 可以支援一線通的 即使用後感 其實它的設計 雖然它之前推出過第一代 現在已經到達2.0 第二代 其實這部版 我自己覺得有些新思 因為我沒有使用過舊版 所以在我的使用上 我配合MacBook去使用 其實是不錯 因為我MacBook是16吋的 所以配合它是16吋的螢幕 整個一體性 其實我覺得是不錯的 但就說 究竟你有沒有需要多一隻螢幕去做事 例如我這樣 我需要出道去看一些測試 或者剪接的東西 其實多一個螢幕就是多一個螢幕 始終都是 物理定律 你的螢幕多一些東西看 或者看多一些東西 對於工作效率來說一定有幫助 我自己覺得 如果你有這樣的需要 我相信這個步驟 除非你拿來拿去 但我相信你拿著兩個螢幕 和Notebook 都不會直接走去 都是設置一個位置 我覺得相對地是有用的 但究竟用處是否適合大家 我相信那位小姐都會知道 自己有沒有需要 但如果你說不是 很需要加上螢幕 或者外出的時候 可以有滅鍵培螢幕 這是其中一個選擇 至於優點當然就是 多了一個螢幕 它算是輕薄 亦跟16吋的畫一看法很好 如果你插回Window 機 亦都可以一線通 例如之前跟大家介紹過 一個產品 就是Notebook很小 有螢幕很小 有螢幕很小 有螢幕很大螢幕 亦都可以插回螢幕 始終這些都是它的優點 但你說優點當然有 始終它是一個螢幕 要帶出去 要重量 亦都要帶多一隻螢幕 究竟你合不合用呢 就是這個 另外就是 它的優點數 有些人會問 夠不夠 350厘 都不是一個超高量的螢幕 其實一般來說 如果你在室內用 其實一般來說 就是夠了 但如果 你說你會拿到戶外用 那沒得說 拿到戶外用 就算是Macbook好 就算是Macbook好 都不夠光 我自己覺得 所以 始終 如果你跟陽光玩遊戲 正對太陽去用 當然就不夠光 但如果你不是 普通的咖啡店 或者平時做的場所 在室內來說 其實我覺得一般都夠用 所以 如果 你比較多用電腦工作 用雙屏幕幫助你手 例如剪片 寫稿 甚至乎 用Presentation Mode 返回螢幕過來 其實對於大家 應該都有一定的方便程度 至於 究竟這件事 幫不幫你手 當然就要看你自己的工作 今天和大家 分享這個螢幕 就到此為止 希望大家喜歡影片 記得按讚和訂閱我的頻道 有什麼意見 下面留言給我們 對於這件產品 或者對於我們的影片 或者對於日後想試什麼 隨便下面留言 看看幫不幫大家的手 我們下次再用多新的產品 和大家試一下 下次再見 拜拜